诸位全球云端共修的学员大家好 我们今天继续 华严经200问的第69个问题 何等为菩萨摩赫萨如山真上心 这个真上之心 是我们修行可以突破困境一个非常重要的智慧 菩萨摩赫萨是怎么样能够养成这种真上之心呢 他的想法可以帮助他在面对一切境界的时候 都可以不动如山 在这里提供了十种观念 我们已经看到了今天是第九 菩萨摩赫萨附作试念 非他令我发菩提心 亦不待人助我修行 我自发心急诸佛法 是其自免 尽未来节行菩萨道 呈阿鸟多罗三秒三菩提 这一段的重点 就是我是自动 我是自愿 自发心 来修行 很多人的修行 是因为被劝发被鼓励 或者是因为我们自己对自己没有信心 怕自己独立完成不了 所以总是等待救援 所以要有人帮助我 我才能够发心 有些人会问啊 你说师父你为什么不帮我 我会问 那你 我们常常要等别人帮 那如果帮我们修行的这个人没有来呢 那没有来我们要原地踏步吗 所以非他令我发菩提心 亦不待人助我修行 一般现在的人 常常觉得自己现在的处境 很可怜 错过世界很苦 到处都是天灾人祸 它是一个堪忍的世界 它是一个烦恼的世界 所以修行有时候会有一种逃避的心 错过世界是苦的 我们要厌离 那去哪里呢 就去极乐世界 那极乐世界怎么去呢 听说佛陀讲 那个地方是一个乐园 那里都是诸上善人 所以被说了心动 心动之后呢 就一心念佛 那一心念佛的目的是什么 就是呼唤佛陀 可不可以蒙佛接引 佛陀你来接我 但是如果佛陀很忙呢 那或者是佛陀来接的时候 你不知道那一位就是佛陀呢 那这时候呢 你对于修行这件事情啊 就会产生一种疑惑 那有些人就会问 师父向你们修禅的 常常讲不来不去 那我们修净土的 有来有去 有佛来接 那你们要去哪里啊 如果我们自己啊 不知道自己要去哪里 你当然只有本人来接 但是如果我们非常的自在 不来不去 亦不妨碍 来来去去 那我们自己就要想 在这个世界这么广大 我要去哪里 华言经他教导我们 这世界是重重无尽 而且这个世界的美好 是由你的心愿而成就 所以我们一开始就讲啊 业让我们显现出我们的净 愿也会显现我们的净 所有的一切的境界 皆是为心所献 那我们就要看 我们是心里面的业 来献出这个世界 还是心里的这个愿 来献出这个世界 那当我们 有了很清楚的认识了之后呢 心境则佛土境 世界这么大 你想去哪里 就都能够去 没有人劝你 你也能去 有人阻碍你 你也能去 没有人帮助你 你还是能去 这一种去 跟来 跟不去 不来 他所显现的 叫做自主 所以我自发心 心菩萨道 是被规定的嘛 因为要成佛 所以我必须要把我身边的人 都度尽了 那度尽了 你完成了这个学分 才有可能成佛 如果你是用这种 修福报 修学分的心理 来修行 你就会忍耐 没办法 因为我要成佛 所以我只好度你 不是因为我想度你 是因为我遇到你了 真的很倒霉 这是我的冤家 这是我的仇人 但是学佛的人说 要消业障 要结冤世杰 所以我只好面对了 那能怎么办呢 只能好好的去处理他 去面对他 去研究他 去突破他 最后终于圆满了 放下了 那如果你是这种心呢 你面对一切境界 你不会欢喜 你只会心里面想 为什么我的考验这么多 为什么我的业障这么深 为什么我的任务这么的辛苦 你的欢喜心 完全就会随着 你对静的心态而改变 所以菩萨的心啊 他这个如山真上心 不是因为压力 不是因为勉强 也不是因为没办法 或者是自己的责任而 不是活规定的 也不需要有人帮忙 也不需要呼朋引伴 那我自发心 这个我自己啊 我愿意 我自动 我自己发心的这种心态 就会让菩萨非常的积极 而不是见招拆招 也不是随缘无所适从 所以我自发心自己就会想 那我们要圆成佛道呢 要怎么做呢 集诸佛法 只要能够成佛的方法 只要能够让自己觉悟的方法 拼死拼活 力求一物 叫做适其自免 就是你以什么为目标 你要试愿 试愿 然后有一个期待 有一个以目标为我们的期待 成佛是我们的目标 所以我们每天就要期待 以佛的这个目标 作为自己的勉励的对象 所以敬畏来解行菩萨道 成阿尿多罗三秒三菩提 菩萨是我们的目标 我们自己想要成佛 不是佛逼着我们成佛 不是佛规定我们成佛 菩萨也不会帮助我们成佛 菩萨会鼓励我们要成佛 因为我们做得到 所以菩萨摩赫萨 他的这种心呢 就会让他在修菩萨行的时候 非常清楚 这些都是我要的 而不是被逼迫的 是故我今修菩萨行 当尽自心 亦尽他心 当知自尽戒 亦知他尽戒 我当心与三世诸佛 尽戒平等 是为第九 如山增上心 所以我们现在要发起 一个菩萨的发心 菩萨的愿行 因为我们现在在推广的是华言经 我们希望所有的人都能够有机会 接触到华言经 而且要真正的领略华言经的殊胜 跟庄严 但是一般人他不知道 有自己也有这样子的华言经的心愿 也有华言菩萨的心情 所以我们要来协助 让一切的大众呢 欢欢喜喜的送持华言经 所以我们呢 来号召大众一起加入华言特使的行列 所谓华言特使 就是我们以华言经为推广的一个目标 作为工具 希望借由这种发心啊 可以得到自己一个非常清楚的任务 就是我们要推广这部经 那华言特使有三种任务 第一就是我们要能够协助 所有还没有得到经典的人 他不管是被劝发的 或者是被赠送的 或者是他发现他有需要 我们就想尽办法把经典送到他的手上 那这是第一种 我们要来了解这个世界 是不是有更多的人需要华言经 但是他不知道我们有在提供华言经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我们要来协助大众 对华言经升起一种欢喜心 我们现在在ZOOB上面诵经 带动大众共修 这是没有门槛的 只要你能够上线 我们这个五个时段 都随大众来学习 可是很多人 他来看看听听 他不感兴趣 但是不感兴趣 其实是因为他还不知道诵经的书圣 所以前面呢 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第四步 前面五步都是比较辛苦的 这时候如果有一个人 随时都在跟他分享 拔喜 鼓励他继续用功 协助他突破 在康康开始修行的困难 那可能很多人就会跨过这一个障碍 这早期不适应 还用不上功的障碍 所以我们要作为别人的这个贵人 因为我们已经熬过来了 虽然有很多人现在在发心的时候 还是很辛苦 还是很勉强 但是至少我们已经在华言经的修行当中 有了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 有了一点基础 我们来发心带动更多的人来学习 那大家一起学习 我们可以突破更多的困难 那这个就是第二个任务 协助所有一切大众 包括自己 透过利他来完成智力 我们大众一起来发心带动如何 来辉广这个华言经的诵读跟学习 这是第二个任务 第三呢 我们明年呢 要开始来推广家家户户都能够读经 我们会发现呢 学习佛法的年龄层都偏向比较老年 一方面是因为学佛的人常常有一种心态 就是等我忙完所有我的社会责任 等我忙完现在眼前要紧的事情 我会好好的修行 我有空 我会好好的修行 可是人生的空档呢 往往都是在没有生产力之后 才开始思考我要来修行这件事 所以很多学佛的人都是在中年以后 开始思考到人生的意义与目的 开始来学佛 但是这时候呢 我们会发现啊 哎呀 很懊恼的是 如果我早一点学佛 早一点修行 我可能可以学得更好 所以这个心态呢 就是佛陀一开始来的时候 已经告诉大众 我们其实应该要在还没有成就世间法之前 就先有佛陀的理念 佛法的思想 我们用这种出世 不执着的心 在世间行菩萨道 所有的世间法会得到圆满 可是我们是道着做 我们先用自己的意识心 用自己的经验值 用自己的个性 用自己的习性 去完成世间的任务 结果呢 横结恶缘 有时候不如己意 你会造了各式各样善业 恶业 那恶业多 染缘多 就会阻碍我们后面的清净行 所以我们应该要倒过来 让越多的人越早接触佛法 才避免走冤枉路 避免走错路 避免惹了一辈子的业障 到晚年修行的时候 就要先消业障 先忏悔 所以呢 菩萨他就要来想到 因上努力的这件事情 那我们人生的因呢 是什么 就是在所有的业都还没有现前之前 叫做因上的努力 所以如果以人生的阶段来讲 小孩子在同盟 同盟期 我们就要能够同盟养正 在小小孩的时候 就让他启发他的菩提心 让他种了一点善根 所以呢 我们开始呢 就要把自己的推广的目标呢 可以推广到幼幼幼儿 甚至于还没有进入学校之前的 学龄前的儿童 在这个阶段 我们要设计一套教材 让他在孩童的时候 就可以在他的脑中植入 华严精的善根种子 那这是我们的第三个工作 第三个计划 那度了孩子 他会保证他未来的人生的路 不管遇到什么路 他的心里有一点点佛法的善根 可以让他面对 接下来的人生的所有的考验 那他的父母亲 他的家人 乃至于他的长辈 都会因为他来发心 来学习佛法 整个家族就会连带的 开始有了影响力 所以这是我们 接下来的目标 那发起了这个华严特使的三项任务 三种愿行呢 也希望大众啊 我们一起共同来努力 形成一个团队 这个是史上呢 有组织性的来推动华严精的超级团队 那这是我们要自己要愿意做的 所以呢 我们要自己啊 发心 不管我是在哪里 我在海内外 我在这个地球上的任何一个地方 有资源没有资源 我们只要加入了这个团队呢 我们就会啊 开始在这个地球上 播下菩提种子 所以事故我今修菩萨行 当尽自心 以尽他心 当知自尽界 以知他尽界 我们要清尽自心 要精尽用功 那我们也愿意发菩提心 让他人也能够得到这种清净的殊胜 所有的境界都是为心所限 所以当我们的心清净的时候呢 这个世界就会改变 那我们现在的境界是什么 我们要非常的清楚 如实的了知 同时我们也要关心 别人生活在水深火热 他有没有机会 得到清凉的佛法呢 所以不只是知道自己的境界 现在的苦恼 也能够了解 体谅 同理他人的困难 这时候 你在行菩萨道的时候 就会有着力一点 所以欢迎大众呢 我们现在虽然百费待举 菩萨这条路是不容易圆满 但是我们有了目标 然后我们也知道现在的程度 就是因为程度不佳 力量不够 所以我们大家一起来共同发心 彼此互相来鼓励 你能够尽你的心 我也尽一份心 每一个人都从自己的菩提心当中 发起一个真诚的愿 那有了这样子的发愿呢 我们担任华言经的特使 华言菩萨的特使 也许做不了大菩萨 但是我们可以做一个小小的差使 特别的仆人 特别的使者 当菩萨的一只手 一只脚 甚至于一根手指头 一根脚指头 总是愿意吧 那所以呢 我们这个华言特使 主导小兵立大功 我们利用大众的发心 每一个人 你只要愿意做这件事情 然后我们就一起来成就菩萨道 我们就自己自动 自己跟佛陀报名 自动变成华言特使 不是佛陀说你要不要啊 也不是师父说你要不要来做啊 你不要等师父早上门 因为我们要自己发心 这种才是殊胜的 所以赶快等一下结束之后呢 就要登记华言特使 那我们要登记什么 登记第一个要名字 第二个要有归一的法名 那没有归一的法名呢 可以找师父登记 师父会给你一个法名 那再来第三个 我们的区域 是在哪个地方 那我们成为华言特使 有一个区域性 先从自己居住的城市 开始作为特使 第四个呢 我们要留下联络的方式 联络的电话 那这样子呢 在这个特使的名片上面 我们就会制作一个华言特使的代表性的名片 那可以让大众呢 名正言顺的 我就是华言菩萨的特使 所以这个是 我们行菩萨道 要有个起点 要有个名分 那当然呢 一个人啊 你拿到那个名片 你不要压力 比如说到菜市场去发 不需要 就是有需要的时候呢 你就亮出你的这个名片 我是菩萨的特使 这张名片呢 也不会让你拿去银行 可以带得到款 所以你也不用担心说 会不会有人啊 觉得你这个拿这个名片招摇撞骗 这名片呢 只有在苏婆世界的华言团队生肖 也会在极乐世界 在华言境界 华言的净土生肖 那你如果要拿去兑现 它恐怕是有困难的 它不行于世间的业障 它是行于功德的法财 所以呢 这个华言特使啊 所有的服务项目都是免费的 都是自己愿意发心的 所以这个是我们的起点 我们现在呢 要送菩萨的发心 依菩萨的如山真上心 来帮助我们早日成佛 所以我当西语三世诸佛 要境界平等 视为第九如山真上心 所以我们自己啊 要知道自己的程度 现在程度不太够 那但是呢 我一定可以跟三世诸佛的境界 是同等的 那我们加入这个发心 初发心是难能可贵 所有的三世诸佛 也是从初发心开始来做 因此我们成为华言特使之后 自己就要有一个任务 叫做清静自心 这是第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 我们随着自己的力量 随着自己的缘分 可以清静他心 那这是我们今天 所提到的第九如山真上心 今天的开示致此 功德圆满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